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海濱太太 很久没来跟大家分享料理了 最近很想吃咖喱 但又有点厌倦日式咖喱的口感 所以我决定在全年还有 无印良品买了两个快速做出 泰式咖喱以及混合印度饼的料理 印度烙饼的料理 那首先就是准备的材料有在 全年买得到的一个泰式黄咖喱酱 然后无印良品买的印度烙饼粉 然后我还是有偷试布 又要留一个咖喱块 然后另外我想要再加强更浓郁的味道 所以我也在全年买了一个 泰式黄咖喱粉 那基本上呢材料就是你可以使用 任何鸡肉 猪肉 牛肉 那我是用五花肉来做 然后再配上一颗洋葱 已经先切好了 然后把鸣鼠跟萝卜 好 首先呢很简单呢 我们先把洋葱呢切成条状 因为我不喜欢吃太碎的口感 所以我自己会把它贴成条状的洋葱 然后呢接下来呢把鸣鼠呢切成块状 然后呢接下来呢把鸣鼠呢切成块状 好了很简单 很简单 非常快速呢就先把蔬菜给配好啦 然后接下来呢我先把五花肉呢先去腥滚烫水过后 然后因为我喜欢软烂一点 所以其实我在去腥的过程当中 热水滚熟之后其实我有焖了30分钟 因为等一下可能会煮菜会更方便一点 然后呢将五花肉呢切成像 片状不要切太厚 因为我看太厚的话不好煮 我自己有点喜欢吃片状的五花肉 我们先在柱底锅上喷一点点油 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呢我想要再用五花肉呢 把肉先炒香 切好的五花肉下锅 我看有点黄橙橙的样子 就是很好吃 挑一半 represents 加入一点点黄 vy 附近盐 然后把所有的蔬菜都倒进来 然后接下来我会倒入咖喱 这一个咖喱包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呢 因为它里面已经有一些像是野奶啊 鱼露的东西 那我就不用再就是买一整罐的鱼露 特别其实我如果很少煮的话 所以我把这些我买这一个呢 就可以省事了 还要再备其他调味料的时间 因为呢我要让它炖煮 所以我加一点点的水 一点点就好 好趁着它在咖喱在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开始来做烙饼了 首先拿起无影仰品的这个硬度烙饼绿饭粉 打开 然后倒入在盆子里面 加上少许的油 100ml左右的水 100ml左右的水 然后开始搅拌 我喜欢分次夹 因为这样才能看得出来这个面条的黏度 开始搅拌 一开始搅有一点点沾熟 但搅久了就不会了 大概最后会像这样子 就是往到已经不会结块太黏 那如果真的太黏 你加一点点面的不止黏 不然会太那个 会不好做下一个动作 接红四两份 接红四两份 要搅拌 然后滚圆 把它馴个十分钟 首先呢 把一个手粉 然后拿其他一颗 然后开始擀面团 擀到的长度约25到28 所以就是说要擀的比较薄一点 擀方形 可以拉到这样的长度 然后中热火焯一点点油就好 一点点哦 然后把面皮再拉一下 然后放到里面去 一到两分钟之后呢 可以翻面 一到两分钟之后呢 一到两分钟 人家的印度花饼做好了 非常简单 那我又放了一块 红洁的咖喱块 超级软弯的 最后再点点这个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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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